這是一個台灣組的文化 我是一個室內的寫生 但是我往那融入 我們冰冬的原住民文化園區裡面的一個景 那麼陶虎在台灣組來講 他們的一個美麗的傳說故事說 他們的祖先是從陶虎裡面的兩顆蛋 然後慢慢的演化出來變成他們的祖先 那麼陶虎這有兩隻百步神 百步神就是守護著這個陶虎 所以他們的祭祀 他們的陶虎是很神聖的 在各種祭典上不可或缺的 只有陶虎才能夠擁有 而且是世代傳承的 那麼我這是要表現說 好武的一種超限主的方式 就是說他們的祖先的祖先 代表祖先的一個祖寧 代表祖寧的一個延伸 這是我想要做這樣的表現 謝謝